知青, 你的道行未夠深 就像周慧敏一樣 他根本不怕被人跟蹤, 被人偷影 練成這種百毒不侵的功夫 在娛樂圈工作都方便很多 你為甚麼會知道他不怕被人跟蹤? 因為我跟蹤過他 你跟蹤人? 是呀 很久沒放假了, 真要好好休息一下 相信觀眾一定很想知道 他的私生活是怎樣的 好, 一於四斤 娛樂圈效益非常高 變成藝人, 很少時間 可以給自己的私人時間 但我自己也不管了 我有甚麼想做, 我也會照樣做 有甚麼私人活動, 我也會照樣活動 因為我覺得… 不可以為了覺得麻煩 為了不方便而控制自己的私人時間 很多人都問, 怕不怕 讓人知道你的私人 其實我覺得不是怕不怕的 每個人的私人生活都是… 我想都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都…高平清大 所以也不會害怕 但你說麻煩不麻煩呢 就是麻煩, 我也覺得很討厭 有一點點的內湖 你仍是太不用心 來保證了萬歲也… 一個人喝兩罐汽水? 你呀, 過來坐吧 不用跟蹤我, 我一定會回答你問題 不過這樣, 我現在不回答你問題 讓我先玩一會吧 好 我…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很多時候都會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傳聞 你會以甚麼態度去面對呢? 那… 如果是不熟實, 莫名其妙一點 我還是會不理會他 如果是嚴重的, 令我很不開心的話 我會去追究這件事 如果我找到說話的人, 問清楚他 有一點點的真心 Vivian, 你怎麼看現在的娛樂圈呢 90年代的娛樂圈跟以前我剛出道的時候 八幾年, 八六、八七年的時候 真的不同 以前我不覺得複雜 入行的時候, 我跟媽媽說 你放心吧, 真不錯, 我得這個環境 還有保證沒有問題 現在我覺得娛樂圈真是複雜 我覺得傳媒是給很多小朋友 經常都注意到的 我覺得應該是希望可以健康一點的傳媒 去影響我們下一代可以好一點 而你仍是個輕鬆戀人 沒多點頭好與關心 我開閉笑說你最深愛仍是我 繼續製作為何 其實藝人只是人 他們也有權享受私人的時間 說得好像我玩一樣 我去吧 說吧 其實當作為人也是人 希望大家不要太好奇 給我們一點私隱就最好 我相信觀眾一定會明白事理 是啊, 如果你是一個明白事理 如果你兼顧聰明, 兼顧爽, 兼顧機警 兼顧聰明的觀眾 你就很有機會得到這張 周惠敏親筆簽名的CD 對阿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